其实不管是MV也好还是歌词也好 是以一种比较夸张化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我的初衷 其实最开始我的初衷很简单 就是想表达独特吧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份美 所以希望大家能多爱自己 因为我觉得只有更爱自己才能更好地去爱这个世界 所以希望大家能幸福快乐然后多多欣赏自己的美 因为这个是属于我自己策划的一个小世界观 就是在林波是一个开始 是属于我自己一个专属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第一首歌 就是享有一个好的延续 所以有引用非常多林波当中的一些元素 然后也隐藏了一些小细节 就以后大家会知道的 是什么奇迹可以让你在新曲里跳那么大胆性感的舞蹈 但能有这样的效果也是感谢粉丝们对我的爱 你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好严格 你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好严格 有什么健康的减脂增机小tips吗 偏向于比较健康的方式 就比如说减脂期间尽量的就是减少糖分的摄入 其实挺有效果的 大家可以多尝试 特别是像我这种 平时比起喝水更喜欢喝饮料类型的 对 会非常有效果的 竟对自己身上买块肌肉最满意 我吗 其实现在比起满意的话 更多的说是比较符合现在的概念吧 如果真的说满意的话 可能还没有达到我心目中我觉得满意的那个效果 对 可以透露一下Ziko的Challenge嘉宾名单吗 这个的话就是我就先不透露了 但是现在陆续一直在就是网上会给大家带来 Challenge的就是一个挑战的视频 所以大家要是好奇的话 可以多多期待我接下来的Challenge 今天回国参加了综艺的录制 之前拍好的电视剧也要上线了 歌手 影员 综艺嘉宾这些身份 在哪一种角色里最自在呢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角色 对我来说都不会有冲突 就像我Limbo还有Ziko展现的不一样的面一样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多面画的一个人 就是在不同的 不管是综艺也好 影视剧也好 还是在舞台方面 不同的面有不同的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期待我未来更多不同的面 最近吃过最好吃的美食是什么 我我其实刚才这样说有点不好意思 刚才在酒店有点螺丝粉 对对算是比较螺丝粉的忠实爱好者吧 但其实本来是想说好不容易来一趟澳门想去尝试一下这边的美食 但是今天是暂时没时间了 明天看看吧 有时间的话会努力的去周围好好的逛逛的 觉得自己像什么小动物 呃其实最开始我是不太知道的 但后来就牵授的时候就粉丝们都觉得像猫 所以就猫咪吧 来到澳门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 呃美食 听得克拉在你耳边持续输出彩虹P 你的内心OS表情是 我比较就是可能表面会比较害羞 但其实心里面会很开心 对 用个词形容你今天的穿搭 今天的吗 呃一个词吗 优雅吧 哈哈哈有点自夸的感觉不好意思啊 分享一个最近让你开心的事情 嗯最近让我开心的事情其实就是刚才的瞬间 因为很开心这一次通过TMEA 不只是能展现我自己的舞台 也能给粉丝们带来呃组合的舞台 希望未来在国内有更多的机会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舞台 哇哦 用不满你说的开头 稍微给大家透露一点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不满大家说就接下来文军会也好 对 17也好 行程会非常非常的繁忙 对 有大家想看的演唱会 有大家想看的舞台 还有 吴家童话也要上线了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对 Ready go 跟镜头爽帅 三二一 嗯 嗯 跟镜头比个心 三二一 嗯 跟镜头做一下有名的猫猫三件套 嗯 啊 一秒钟模仿最爱的微信表情 太哑巴了 双下巴的一个表情 没有的 对 哈喽哈喽 我带了新朋友来 同学们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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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先自我介绍吧 哎那行你自我叫前面讲台上 同学们早上好 我是来自中国深圳的文俊辉 然后 高中的时候跟陈俊远 你们是什么 发小 还是高中同学吗 我们都是深圳的对 所以 不是同学是那个我的发小是 反正有认识共同认识 对对对 共同朋友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转学 和大家认识 谢谢你们 好欢迎来 我热情的像本校生一样 坐坐坐坐 怎么你俩老乡见老乡你俩 没事没事没事你坐坐 要啥 这次回归的专辑我们唱的 对所以来宝哥 谢谢 谢谢谢谢 好不好 一哥都吐 吐宝哥了 感谢感谢 每个人都吐了 专辑 小远 哦是是是是 谢谢是 这个一定要好好的 这个是来一份来自未来的礼物 好不好 是的 未来的礼物到时候回到现在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听一听 谢谢小巴专辑大麦 谢谢 小麦大麦 大麦 谢谢 我打电话给一下我成员 你的成员还没出声呢现在 现在几几年 来了 大家好 你们没有到未来 你没看我们穿的都很风格吗 都很时尚吗 到这一趴呢 我们就到了90年代 这个年代的人非常有创造力 然后大家一会儿要赢得时空穿梭卡 就可以到2023年了 好 那我就走了 拜拜一会儿见 想走绕可丽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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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表演什么呢 翻看不管 翻看不说十遍 或者是 天上一直呃 地上一直呃 呃 下呃 再呃 分个换个换个 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来到90年代进行时空旅行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 在当时深受大众欢迎的歌曲 你们需要选择其中一首歌 作为你们各自的抢答口令 在接下来的答题环节进行抢答 答对的成员可以选择一份零食作为奖励 这里有九首歌 我们今天正好有九个人 要不要每人选一首作为你们的单人主题曲 青藏高原 姐你就青藏高原吧 你就青藏高原 你只有青藏高原 那我就选青藏高原 那我就是 特不消杀走一回 那我来好汉哥 那我来清晨等一回 好好就这样定了 我要快乐老家 那我就心态暖了吧 我常回家看看吧 因为我真的不常回家看看 对对自己的美好祝福啊 是的 还有十七岁的雨季和爱情鸟 那你爱情鸟好了动态一点 好好爱情鸟 你十七岁的雨季行吗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正式的答题 请问这张图是来自哪一部电视剧 于心无醉 岁月不知震见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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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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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作家 对吧 他是在哪一年的 那一年要答 那我倒真没看 哪一年的 应该是在两千年以后了 98年吧 答对了 那咱俩一人一块 一人一半 咱俩一人一半 咱俩一人一半 这一些跟咱 没关系啊 哈哈哈 主要98年我才 才两岁也看不了这个 98年我负二岁 我也没出生啊 我也没我负四岁啊 对啊你还没出生呢 咋将爱情进行到底啊 妹妹现在不能当妹妹妹要当姐姐了 啊真的那我可以喊你弟弟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我觉得好 哎我要吃这个就吃这个 五花果吃吧拿你吃吧 五花果小的小的时候 我超级喜欢吃 是吗 我也要 来来来接着接着 这张图片来自于 九十年代的哪一部电视剧 以及角色名 我无论的 天哪这种包包 我已经吸引了 信不害怕 鹿顶记尾小宝 让Q到沈人才能说 恭喜沈月 答对 沈月 怎么这么不相信 我就在你后面唱 对对 你先说这是什么吧 鹿顶记尾小宝啊 后面那是谁 皇帝啊 哎不行 哪个皇帝 康熙 康熙皇帝啊 对了对了 康熙对的 你们想吃啊 片头举是什么 呃 呃 哈哈 叱咤红人 这是哪一部导演的哪一部作品 王家卫成心思练 我我我我我成心思练 就是说就是说 王家卫成心思练 王家卫成心思练 把张一彤获得抢答权 王家卫成心思练 恭喜大队 哇 吹咬啊 直呼大名 连个导演都不叫 王家卫导演 呃咔 王家卫导演的 咔不咔就播前面 怎么演员可以自己喊咔的呀 你赢了临时 但是你输了演艺生涯 你赢了临时 好接下来是接台词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 好 什么什么 小白要放我是吗 请看第一题 如果你能在 我自己找这儿坐 你坐这边 你坐这边 也没啥地儿了反正这儿 对 你就听老大安排啊 哈哈哈哈 他们说这个最后一排只能做一个胖子 哈哈 东北吃的很爽 对吃的很爽 炕上我们吃炕上玩 东北人 他东北人 我是东北人 对 大家都好的都是第一次见哈 第一次 都是名号是第一次 对我都是每个位的是第一次 这是沈 沈月的 名号 我是 徐名号 叫叫我叫我小八也可以 小八 小八 因为我的一名是 th e 8 d d8 小八 对叫我小八也可以 小八 你知不知道这个车也叫小八 为什么 哈哈 就是小八 我们这种车是小八 是 小八 哈哈哈 好笑 这真的今天的第一个笑话 这个车也叫小八 你在 家里待的多吗 是在那边上学上 没有没有 我在我在海外发展 对 我知道你在海外 那你上学 什么时候去了海外 我17岁的时候 对 那种练习生吗 哦 现在已经出道8年了 哦 所以就要不小八 嗯 那不是 那不是 明年到小九了 是不是 整个人家跟 根据出道年纪来 那在海外的时候 你们也有录节目 各种做游戏啊啥的 也有很多哈 上不上场 大多数都是录的我们 团队的综艺啊 那么你们玩啥游戏呢 就啥 啥都啥都玩 各种类型的 对 我很少去外面的综艺节 自己的都录不完哈 对 因为我们人很多 13个人 哎呦 真是 嗯 今天穿那裙子 平时见不到的 我平时比较排斥穿的这东西的 但是虽然我不喜欢他们喜欢 还是值得一传 感觉 还算挺有意思 但是按摩之后 他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没收了 一无所有 没有啥太大负担 不是在无人到一无所有 你当时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做练习生了 那个时候真的是 对于我来说是一无所有 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就是 第一次一个人去海外 我父母是因为 没有多余的钱陪我去海外 因为飞机票很贵 就是对父母来说是很大的负担 父母给我带了一个金戒子 就是说你 如万一是被骗的话 金戒的话到哪都可以还 而且那个时候练习练了一年多的时间 你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道 也不知道出道之后 也不让你会发展的 对你会发展的什么样 所以练习的那一年里 对于我来说是 最痛最痛苦最累的 因为你语言不通 感情根本也身交不下来 都是海外的朋友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 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父母 然后经常哭着请 思念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对父母 你之前会觉得很依赖他们 很思念他们 就自己一个人 就是这种孤单的感觉 而且也没有人可以 完完全全的去帮你分担 或照顾你的感受 那你当然自己觉得希望大吗 出道了 其实没有希望过那个时候 不管怎么累 就觉得你都来都来了 就尽量的让自己快点成长起来 想尽快帮父母 可以分担他们 就不用给我花钱 就你后面你没有任何东西 你只有往前走 你才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你才可以让父母以后过得更好 就是干嘛 对就是要继续下去 你当时那些成员跟你一起训练的 嗯 他们环境好吗 我们成员处于那种有难同当 然后一起起来的那种 嗯 我跟每一个人都可以掏心的聊天 一起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然后慢慢到现在 有很多人爱我八年的时间 那这样子算起来 你们比我厉害多了 我也拍了七八年戏了 嗯 但你都是一个人啊 对一个人 所以你也是一点点打拼出来的 可能我稍微幸运一点吧 嗯 就是刚出来拍戏的时候就 有戏拍 嗯 就已经很幸运了 然后后面也有过半年多没有拍戏 因为我当时我想要演那种 可以让我显得像一个演员 比较有演技的东西 嗯 就会去找那些走文艺的 然后需要演技的 嗯 比如说那些什么运动员呢 会为了那些戏去练习啊 打乒乓球什么什么的 天天去试试 嗯 嗯 然后试了半年嘛 感觉导演他们都挺喜欢我 嗯 但是我都没有上 嗯 后面我就发现是因为 我长得根本就 不像那个人 嗯 嗯 因为你没有那样的经验和经历 对 那我肯定演起来会比别人困难的多 还是要找适合自己的角色 对但是我当时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我真的一点顾虑都没有 而且我每天都很很开心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 认为是对的事 嗯 而且因为当时可能也相对来说 比较一无所有吧 嗯 就算我这个事做的不对 又或者我这半年拍不了戏 一年拍不了戏 我也就现在这样 嗯 嗯 因为我没有什么好 失去的 现在回过头想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顾虑的东西就会 比较少 对 你心里就只会想着 我认为是对的东西 一路走下去 不管他是 嗯 能成还是不能成 我就只能走这场 就是干 就是往前走 嗯 就像那句话说的吗 光脚不怕穿鞋的吗 嗯 我们整个团的活动就是以海外 为基础 啊 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所以 啊 有些唱会回家 想唱回来 但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能回趟国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在外边 那个演唱会啊 或者什么呢 你在到酒的时候 你你一个给哥说一下 因为哥外边有很多朋友啊 都忙去看你演唱会 没问题没问题 你就能唱 又能跳 又容易又能演戏 那这两天谁 呃 以兴认演戏 是吗 对对对对 我特别珍惜这一次回过的机会 这中国好多地方都没去我 我真的希望以后可以有 多点机会去 感受一下我们 哎 真的其实你做这种节目的话 就有很多机会去 对对对对 那就是效果 我们确 Brush routing